三国中产党 今天有一篇外媒文章 Bloomberg Business Week 雖然很厉害,但我记得他上次已经出现过一篇 他说Amazon、Apple的电路板全部都被人安装了后门程式 被大陆安装了一些晶片 他到今时还是未正使这件事 在大陆有没有那么紧张? 我不怀疑他的心,但我不怀疑他是想这样做 但我觉得他说了,全部都安装,然后没人发现 真的很难过这大陆 香港的Goomberg、CNN、New York Times、Washington Post 这些那么威慨的外媒,我们当然要引述 他有一篇文章,直接是中文版 所以很方便直接说 他说,港交所为何弄丢IPO龙头贵本? 他说,原来我们过去2015年至2018年 香港四年内有三年,是位居全球IPO集资额的第一位 但他说,2019年就麻烦了 因为我们直到现在为止 即是四五月,全香港的公司融资额只有40亿美金 你知不知道2018年有多少? 2018年全年有356亿美金 你现在只剩下三分一美金 你也是只剩下40亿美金 于是他们就提出了一个恐慌性的推论 香港金融业,由IPO看是否已经踏入衰落 有几个原因 因为我们上次讨论的时候 我们说了一个原因,已经忍不住要骂 我们逐样看 我回应,大师留下他一锤定音 第一个呢 他说,美国市场现在的吸引力比香港大很多 你看看那些什么UPA 你看看那些最近有些什么 最近有这个 那些创科股 那些中国网红 都要去美国上市 香港已经吸引不了内地的新创企业 就算我们说中国版的Starbucks 现在也是纽约上市 那你现在香港 所谓的金融中心 已经是不能够再产生吸引力 那你怎么看呢? 我先说,接着看白大师糾正我 首先第一件事 现在半年都未过去 你这些上上落落,一年人比你更好 我们比人家好几年 就不需要那么惊恐 那从来香港都不是说世界冠军了很多年 然后突然间被人盖上来 先说一件事 那再加上 现在大家都知道 近这一两年 美国的经济很好 那香港来说 大陆的经济放缓 香港也不是特别如何好 那这样的情况下 原本都叮当码头 你赢了几年 然后被人赢了半年 有什么需要那么大件事 香港应该这么说 香港其实我们不可以自己看这几年 长期来说 都是纽约、伦敦、香港的前三位 所以香港也不是永远第一 那两年第一 或者这么说 如果我们是整个股市的尺寸 那香港股市的尺寸 都不是世界第一 那为什么我们要求IPO第一呢 就是IPO第一 整件事是没有可能会发生的 是突然间发生几年 那是很正常的事情 有些外来因素才会这样 而大陆很多企业 不要计当年阿里巴巴上 就算之前阿伯道那样上 其实中国大陆也有很多企业 是在美国上的 那也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那也都 因为很多是政治为了因素 大陆也都规定了 应该他都会想 某一些企业在美国上 可以维持政治的平衡性 那所以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我不觉得有什么大问题 那当然香港来说 香港来说就是很多是 向来都有一些大陆的照片 那大陆不要香港不好 刚才Kelvin也说了 那也都是一个事实来的 那当然我都不是觉得 香港特别好 也都不是觉得 香港的股市是没有危机 IPO没有危机 不过至少他说的理由 一些是一些 不是很顺服的理由 是 那第二点是什么 我可以补充一点点 好 其实我看那些数据 就是之前我写的那些文章 是IPO很奇怪 就是美国 其实过去那十多年 是IPO越来越少 是 那已经被人吵了很多年 就是现在发生了什么事 就是美国其实振了很多年 那你香港过去呢 就是虽然大家都是很 就是一直都很前 但是去那十多二十年 美国的人一直都在说 美国为什么IPO少了呢 是 不同原因的 就是有一部分是因为 它上市的少了 一方面是 它删除的多了 它删除多了 不是代表IPO会少了 但是它上市的公司 上市的公司也会少了 因为它是 不同的原因 再有就是 你那边可能没有说 就是它很多都不想 它直接就算了 它变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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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亿美金 又可以发行两次 可换股债券 又筹多19.5亿 喂 这些规模的融资 香港未必做到的 我有个问题 是问大师的 我也是听一些 做证券的前辈跟我说的 他就说 刚才你说Uber好 Netflix好 那美国公司 那美国上很合理 其实中国公司 有部分 刚才你讲到 什么原因都上了 在美国 有很大部分 近期就来到香港上了 那我做证券的朋友 跟我说 他就说 跟我看的研究也是有关的 有所谓的 home bias 他说上了 大家都上了 集到钱 但是呢 上完之后 有没有人买呢 有没有人trade呢 就说 你如果是一家中国公司 他都不知道什么 有没有什么鬼 去到美国上 上完没问题 但是上完之后 那个liquidity 就相对差一点 如果香港上了 就会好些 就是大家中国人 拿钱来买 那这个会不会是 是不是真的 我说home bias 这个是股票的一个秘密 你一定要我说就说 通常一些 大家认为 很无投资价值的公司 但是很多时候 都会有很多散户去买 比如什么公司 比如翠华 之前那个移院酒业 因为移院是全中国最好的 全中国最好的红酒 或者是一些是米蘭站 或者是一些是一百毛 那常常知道 那些人 那个brand name 是很多人认得的 那就是很多 这个home bias 是一个全世界的 就是不知为什么 那些就特别 一百毛 上去上去 其实就是这样的原因 就是逢亲这些公司 一定是很多人买的 所以当然 你腾讯 或者百度 相对来说 都会有这一种状况 去到外国 就是没有了这个 的确是个事实 简单来说 不好意思 在市场上 你讲什么home bias 说什么 其实我很简单 一个市场是靠一些 stupid buyer 存在的 那些人越多 越多这些蠢的人 越多这些市场上 就越是沮没 但是如果越是禁住魚 就附近一些赃产 那些赃互走过去 所以市场就不存在 所以 现在 你是否在港交所 是很久之前 好像两年前 以前弄了很久才說同股不同權 問題是同股不同權的股票上升 同股不同權 例如小米 都是穩困的 Netflix都是穩困的 全部這些股票 現在你講的 上來的新經濟的股票 全部都是穩困的 沒錯 經歷十居其九 又沒有錢賺 又得個學 又得個流量 全部都 那你給不給那些上 如果你給那些公司大量上的話 股市IPO一定是好的 問題是那些散戶輸的機會會大很多 現在香港一向都是不准的 當然是很反對它不准 因為實際上 你只要來到市場 是沒有人會買股票 今時今日 是只有David Web那些人才買的 就是很有potential 然後就慢慢買了股票 然後就駕它二十年 等它慢慢升 收息 那些股票的股票是David Web買的 然後他們買了股票 股票就是大家不用動了 我有一個朋友 他很出名 很厲害的 開大費證券的人 買了幾億的 大家還要十幾個人 都是要涉本開的 因為他一買買了 然後那些人就拿了實貨 市場上不斷買 賣輸 那些人 然後知道 就這樣能夠生存 你不去搞這些東西 那這時候你就不行了 其實你不准那些 因為香港一直都禁住 不准賣垃圾食物 沒錯 但是其實垃圾食物才好銷 麥當勞 食物才好 問題就是你要求什麼東西的市場 但是融資能力 我們認為美國的融資能力 是強於香港很多 所以香港的股市就沒有吸引力了 美國人有錢過香港很多 融資能力一般來說 是強於香港的 毫無疑問 整個美國的市場大很多 融資能力單一問題 融資能力應該說一件事 融資能力不是去說究竟融到多少資 而是究竟有多少蠢的錢 就是說你的IPO的時候 究竟你的PE ratio是多少 其實你融資能力不是大型的香港人有那麼多能力 問題就是那些 只是說那裏出15倍PE的 你出17倍PE的 那美國就融資能力強一點 融資能力強的意思就是多餘 那就是代表那斬戶數量更厲害 那當然你是會有一個取捨的 那美國是比較 現在美國人 是比較容易接受那些輸錢的新經濟股票 所以它的融資能力就會比較強 好了 又有一個 他說香港的經濟已經過時了 他舉的例子就是 由IPO定價到股票掛牌 最小限度都要有五天 但你美國 英國 歐洲 全部都是一天 還有IPO有10%一定要賣給散戶 散戶又可以入票去認購 那些上市遲遲都不行 這是不是問題呢 首先來說 我說的第一個問題是什麼 IPO定價到股票掛牌交易 那五天是好理不好的 即是無資牌應該早就要搞的了 那個是沒有什麼 但至於你說的10%一定要10%賣給散戶 最初的時候 其實是規定了是的 但問題是現在 規定了是可以全批性的 但問題是 因為如果全部都是內部營購 那一升 升10倍 20倍 30倍 那現在這個是一個 比較希望省不要太傷的 那是否想設計再之前這樣 然後SEN就升了一 一上一去就炒到十幾元 然後就扔下來 大家之前已經研究了 這樣的方法不能行 雖然這樣的方法 所有交易所認為握錢的金融業 都是會促進到金融業發展的 都是貴老發明的 是 香港的重量沒有辦法 我可以補充 剛才你說五天那裏 我不明白的就是五天還有很多年 那果然間今年下跌的時候 會不會今年才IPO下跌 我同意周大師說過 這件事是沒有效的 不是這麼理想的 但這個不理想是持續了很多年 因為我們周時在做什麼 所以一算買回來就連累了 明天就突然跌 因為聽了就突然跌 不能說 你現在等五天 我們周時都會五天股狀 除非今年上落很重要 於是那五天就變得很重要 如果不是的話 一路都是那五天的話 美國一路都不是這樣的時候 就會因為這個原因來反轉 最後這不是Broomberg的 現在街外很多人說 逃犯條例修訂 香港營商環境很惡劣 香港金融業也因此要玩完 現在前景一片暗淡,你認不認同這就是香港金融業崩壞的原因? 第一,逃犯都來到美國 第二,有沒有那麼多逃犯? 我覺得解釋來說,美國會拘捕的是報紙記者 香港會拘捕的是例如劉榮基等人 那些人應該全部都沒有什麼逃犯 我想香港就算真的有逃犯條例 那個人真的在大陸做了一些犯法要拘捕 我想他也不會無端端走過去拘捕一個在香港上市的成功商人 大家都去掛了他錢 也不會無端端走去拘捕一個這樣的人 我覺得影響是有的,但問題就是 搞到香港金融業完結? 搞到香港,可能長期來說是會的 一個比較長期的,大家對於香港自由民主有懷疑的話 可能會長期會影響,會令大家活得很不開心,很害怕 但我想金融業有時不是看這些東西 我經常舉一個例子 我在找找一次,這個世界上最殘酷的事 就是1949年之後 共產黨沒收了所有資本家的錢 過了30年,大家都記憶猶新 咦!有錢賺啊!大家都空上頭難落投資 只要有錢賺,有什麼逃犯條例 什麼東西都會來 即是地主都被人打罵 過了幾十年就沒人記得 30年而已 全部都離開了,回來了 30年觸心打罵,沒收了所有錢 這麼快你不記得那個人30歲 現在只有60歲,你都還會回來 其實逃犯條例,大家不是為有錢賺就過來 好,去到這裡